親自到高雄視察 新達發電廠 三月三號全台大停電隔一天 總統蔡英文出面道歉 要求經濟部台電三天內提出檢討報告 眼前民怨炸鍋 府院聯手滅火 道歉道歉再道歉 這句話說了不下四五次 再也等喊下臺 可現在只有台電董座 總經理請思 經濟部長 僅自行處分 難憑各界怒火 能不能保證 年內不再發生 是 我們一定要做這樣的一個 給國人的擔保 再有這個發生是 絕對是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就應該要負 應該有的責任 王美花在掛保證 但盤點蔡政府上台停電次數 王美花任內就有四次大停電 2021年5月發生兩次 影響超過600多萬戶 當時台電董事長楊維甫 總經理鍾秉立各季大過 沒想到不到半年 12月12號雙北大停電 這回3月3號大停電 全台549萬戶受衝擊 連民進黨立委都看不下去 王美花是否該留任 自家綠委表現態度 但蘇葵可是力挺他到底 民怨沸騰 福願一再強調 不是缺電 是人為 怎麼置本解決 就算再多人下台 也於事無步 近期的黃新蕭宇智採訪報導 我們也會告一段 境財務官 也會告一段